都说分手需要体面 特别是公众人物 最怕的就是把家丑曝光到公众面前 但张岚和王小飞不一样 每一次都是主动爆料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的那点事 故意让舆论发酵 然后接受各路媒体和网友点评 刚开始网友都同情王小飞 毕竟和大S都离婚了 还要让他支付前妻的水电费 就连前妻的消费也由他来买单 着实有些过分了 王小飞的发疯文学 加上张岚的持续诋毁 让母子俩扳回一城 张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战岚 王小飞也由原来的出轨前夫 变成了财罚前夫 甚至很多女网友扬言 嫁人要嫁王小飞 借助这波流量 麻六计的生意比往年翻了五倍 要是张岚母子能够见好就收 那这一波不仅收获了人气 名誉还有金钱 偏偏张岚还是不知足 从大年三十开始就不停作妖 一边骂大S故意发一家四口的合照激怒他 一边上演家庭伦理剧 连聚俊业80岁的老母亲都不放过 称大S三胎流产的孩子就是聚俊业的 起初张岚又是模仿大S聚俊业 又是销售相关的产品 网友觉得还挺搞笑 随着张岚不断地抹黑大S一家 终究还是有人看不下去了 特别是连自己的亲孙子的谣也要造 这无疑惹了众怒 很多粉丝也因此脱粉 不仅台湾网民对张岚的行为深恶痛绝 就连狗仔葛思奇也看他不顺眼 此前又是报警又是发律师函 都拿张岚没办法 最近一次采访时 葛思奇表示 最快2月中旬就会来到北京 律师已经找好 等他到北京就会正式提告张岚 张岚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又怎会把一个区区的小狗仔放在眼里 他直播时甚至还挑衅小葛 建议小葛来了以后好好逛逛北京城 感受一下首都的包容和温暖 还表示自己邀请葛思奇尝尝麻六季的招牌菜 不知道张岚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 这是打算用饭局让小葛放弃起诉吗 张岚的事迹还在韩国网友里面引起轰动 韩国最新一期节目《桑克莱》第二季 聊到了大S和剧金业的这段婚姻 在场的主持人和嘉宾们纷纷为剧金业证明 称她这几个月被假新闻缠身 十分困扰 主持人们还点评了大S的前婆婆张岚 称她的所作所为太过离谱 不仅造谣两人在2018年就有婚外情 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造谣大S常年吸毒 该期节目播出后 韩国网友为剧金业打抱不平 评论称张岚为什么要用恶性谣言 欺负幸福生活的情侣呢 网友还鼓励大S和剧金业要活得更好 不要被这些舆论影响 韩国网友的点评还算是客气的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 张岚还曾经造谣 那个未出世的孙子不是汪小飞的 要是知道的话 相信他们的评论就不会如此客气的 你怎么看 接下来说大S在韩国口碑已比张岚好 主持人批张岚离谱 还嫉妒剧金业幸福 很多喜欢张岚或者汪小飞的网友觉得 如今大S肯定是在全世界的口碑都跌了 或者负面了 毕竟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容忍一个女人 离婚以后还拿着前夫的金钱 开始二婚生活 或者跟新婚丈夫秀恩爱 但如果你们看到韩国的一档名字叫做桑克莱的综艺 就会知道韩国主持人或者韩国综艺的嘉宾 其实都是站在大S居进叶这一边的 反倒是对张岚以及汪小飞有不少批评 以下带着大家从韩国综艺嘉宾的发言中看一下 为什么大义觉得大S在韩国的口碑 某种程度上比张岚还要好 第一 韩国综艺嘉宾觉得张岚这个人很离谱 作为一个创业者 很多中国网友对张岚的态度多半是能屈能伸 小时候吃过苦头 但凭借着不怕丢脸 强体力输出 张岚还是两次创业成功 大家更是被这个60多岁自力更生 每天不停直播的老太太的拼劲感动了 但是张岚在自身很励志的时候 说过的很多话都拿不出证据 比如张岚说小S尿检不合格 说拒军业有前科 说拒军业大S在2018年就已经在一起了 种种故事 虽然可以让支持张岚的人一起恨大S拒军业 但对于路人来说 会觉得张岚说话全凭一张嘴 这么久了也不拿出证据来 就会给人很离谱的印象 这也是不少韩国网友对于张岚的印象 毕竟张岚自己直播赚到的钱 也是给汪小菲吃喝玩乐 而不是做公益帮助更多的人 他自己说自己当大S的婆婆有多惨 最后还不是付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 韩国综艺嘉宾觉得张岚是替自己儿子心酸 极度拒军业和大S幸福 此外 韩国综艺的嘉宾觉得张岚说话很离谱 也不客观 因为大S嫁给韩国人拒军业以后 获得的幸福会显得汪小菲 没人爱 没人要 孤孤单单 还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挫败感 所以张岚对大S拒军业不好的评价 难免不会让人觉得 就是为自己的儿子心酸 纯粹是出于极度大S拒军业的幸福罢了 第三 本地人都会偏袒本地人 韩国人不太可能帮助汪小菲张岚去恨拒军业 或许大家不知道 小S大S如今在台湾的口碑还是很好的 或者说台湾本地人压根不会像中国的网友那般 在网络上痛恨大S小S 反而也会觉得汪小菲作为一个大陆人 离婚时候给大S那么多财产是个人傻而已 同为台湾人 台湾本地人还是偏袒大S小S的 不然小S被汪小菲那么骂 为啥徐亚军的三个女儿还可以在广告代言 或者进军娱乐圈发展的时候 有那么多资源呢 唯一的解释是 大S小S已经放弃来大陆发展事业了 在本地 人家大S小S还是大咖一般的明星 去到韩国 韩国网友对于大S张兰汪小菲 拒敬业骂战的理解 多半是一个中国人骂韩国的拒敬业 人家的态度多半也是会支持拒敬业的 毕竟从头到尾 拒敬业确实没有对汪小菲坑蒙拐骗 也没有在网络上骂张兰和汪小菲一句 而且取了大S以后 拒敬业在台湾基本上是工作状态 压根不是网上说的吃软饭的 或者靠老婆养的状态 正所谓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张兰汪小菲因为粗心大意 或者汪小菲一时半会儿的装大款 签订了不平等的离婚协议 不得不支付超出额度的金钱 进而跟大S之间有很多的骂战 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 这对母子吃亏了 才那么愤怒 而不是大S以后也会欺负到我头上 我现在也帮张兰和汪小菲把他骂臭 综上 张兰虽然在内地赢得了很多支持 但也不是大获全胜 还是有不少人不支持他 反对他 或者说看不起他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